大家好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问题 若x加4y加3z等于2 求x方加y方加z方的最小值 我们看到他给的已知和要求的这两个式子 我们通过这两个形式 很容易的会联想到科西不等式 那么如果我把上面这个式子的系数 这里是1这里是4这里是3 再用它们重新构造一个式子 如果构造一个1的平方加4的平方加3的平方 跟这个式子连在一起 那我们就可以用科西不等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它应该是怎么解决的 那么可以我们由科西不等式 可以得 我们把新构造的这个1的平方加4的平方加3的平方 这样一个式子 跟x方加y方加z方成在一起 那么科西不等式它们两个相乘 它应该是大于等于x加4y加上3z的平方 那么这个地方正好就凑出了我们已知里边的代数式 这个式子它是一个定值 它就等于2 所以这个式子的平方就是等于4的 那么我们把这里算出来 也就是说1加上16加上9再乘上x方加y方加z方 它应该是大于等于4的 这个数呢算出来它是26 然后26倍的x方加y方加z方大于等于4 那么我们的x方加y方加z方就应该大于等于 我两边同时除以26 花减之后呢是要十三分之二 那么它大于等于十三分之二 按照我们科西不等式等号成立的条件 我们要知道啊 当且仅当的x比1等于y比4等于z比3 也就是说它们呢分别比上它们前面的系数 这三个相等的时候 我们上面这个不等式里边的等号是要成立的 这时候呢我们才能取得最小值 那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比例的关系来算一下 这时候的x、y、z分别是多少 那我们可以令x比1等于y比4等于z比3 让它等于t 这时候x呢是等于t y就等于4t z呢等于3t 把它们三个带入到我们这个一支条件里 就会得到t加16t加上9t 它等于2 那么也就是说26t等于2 这时候我们的t呢它等于十三分之一 那么t跟这里的关系可以算出来 x就是要十三分之一 y呢就等于十三分之四 z等于十三分之三 你说到我们的xy 当xy分别取这些值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得到x方加y方加z方 它的最小值 就是我们刚才算出来的这个十三分之二